等一下 你在哪裡喝嗎 我就是一個自由奔跑的個體 那我們要喝囉 霸魔的感覺 一個霸魔的感覺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蔡 欸有沒有看到我們今天來到了戶外呢 啊後面就是精華酒店 啊你們覺得我今天來這邊齁 要跟人家約嗎嘿嘿 沒有啦 是因為網路上實在太多人 覺得我的胸部是假的 但其實他是真的 所以呢我們今天來到一間醫美診所 要來找這位張子倩醫師 好吧走吧我們先來去找他吧 有點害怕 可以嗎 可以不要那個嗎 我朋友介紹其實他這邊就是 外科整型外科欸 好我們趕快上去喔拜拜 欸不是啊我剛剛太緊張 不已經坐去六樓了啦 真的超誇張欸 噓噓噓噓 欸妳好 妳好那個 不好意思 我有 跟那個 子晴醫師預約 子晴 欸 欸 喔 她不是那個蘑菇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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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做好朋友 妳給她弄得漂亮 妳知道我今天要來幹嘛嗎 不知道 我今天我有醫生就很可愛 演一下我的胸部 因為太多網友覺得 我胸部應該是假的 喔 喔 對 妳覺得怎麼樣 不要 好啦醫生那我們現在就要準備 燕泥堅修 要準備燕了嗎 沒問題 可以 好 欸等一下 你在這裡脫嗎 我們客人是很重隱私性的 我們到小房間去好了 好對不起對不起 各位觀眾對不起啦 那你跟我來喔 喔所以我們是在這個小房間裡面 對在這個小房間裡面 這樣比較會有寫達人的 我有沒有很自由奔放 我就是一個自由奔放的個體 OK 我了解我了解 那我到旁邊去 那個小房間去幫你 好 那我要脫喔 有沒有看到我的美背 有沒有看到一個大膜的感覺 我好熱喔 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把手放下來 那你說可以我就放下來 OK 我摸一下喔 好 很不錯 其實就真實的胸部來講 這樣的比例是很好的 醫生剛剛在摸有沒有硬塊嗎 對啊我順便幫你打一下 好啦我們剛剛已經從小房間出來了 然後醫生已經證實過了 我們來問一下 醫生我們是真的嗎 沒錯 You are true 哇是真的好棒喔 請你們現在以後都叫我 女性器官的話題 醫師就像我很多的朋友 其實他們就是胸部很小 那有幾個他們也有做胸部 有很多人問我 那個傷口會有多大 其實天生發育不足的話 最重要是觸感 觸感 觸感一定要軟 因為還沒結婚 喔 融起來就會很容易像假的 喔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 傷口要藏得好 基本上如果是天生發育不足的 會藏在硬下 你說嘎吱窩下面 對 因為那裡有很多 齊窩 沒錯 因為那裡有很多皺褶 因為那裡有很多皺褶 對 所以我們可以藏在皺褶裡面 但我有聽說有人是在乳房的下面 對 那個其實比較適合有一點下水的人 喔 對不然你在正面的時候會看得出來 美國做起來都很像那種碗公 就很高 對 因為外美國人的胸過寬 他其實沒有考慮到我們東方人的身形 是比較窄的 我們要大 可是不要讓人家覺得我們是假的 整形的時候啊 你最好是做到怎樣的程度 就是讓人家覺得 你是不是有做 但是又 好像沒有 完全不要 這邊一口跟觀眾講 你們千萬不要做的是 完全人家覺得 喔你就是沒有做 就不要做 對 你就是要做到那種 讓大家覺得說 這麼美是不是假的 可是又仔細看又覺得說 真的找不出破綻 對啦 這個才是整形的極致 有一個朋友從美國回來 生小孩 然後我就去看他 然後我就去看他說 那我可以順便問一下就是母乳嗎 我說喔好隨便的 他一直撩起來 我一整個就是 嚇傻 我就嚇傻欸 不只形狀很奇怪之外 他的頭還是很黑 然後重點他跟我說 我跟你講我這算還好的 各位觀眾 他們說有那種就是乳頭 這麼長的 對 它變長 其實媽媽是很偉大 乳頭因為小朋友的吸力的關係 他也是求生嘛 他要盡量的吸到比較多的乳汁 OK 所以你的乳頭有可能會變得很長 有可能變得很大 那因為他一直摩擦就會變黑 那如果男生使用就不會變很大 因為他不用 對 因為他沒有求生的問題 喔 剛剛眼角雨光你知道 右手邊那邊就有一盒裡面很多東西 對沒錯 我各式各樣而已 我想說那我們可以摸摸抓抓嗎 這就是我們現在最新的 這個嗎 對 叫摩滴 欸這個是不是那個我聽過我聽過 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這個是不是因為有的躺的 然後它還是一樣 躺的會比較硬嘛 對對對然後這個會隨著你的 因為它是四滴流動交替 所以它會依據你的姿勢的不同 改變它的形狀 就是說你躺的時候它會稍微外擴 所以你站著的時候它會變成水滴氣 就完全是自然的那種感覺 欸我聽過就是這個 對而且它重點是它不用按摩 它不用按摩嗎 它不用按摩 做胸部的朋友告訴我說 最痛苦的就是按摩 它是兩個小時吃一次止痛藥 我看到按摩以內都飆出來 通常我們有一個夾體進去的時候 我們身體一定會形成一個夾摩 可是這個夾摩如果越薄 我們就越不會有石頭奶的形成 那因為它是奈米絲綿面 所以它身體形成的夾摩其實是非常薄的 好 所以它是不用按摩 那安全度呢 其實它的安全度很高 因為它的整個外母是很強韌的 而且它的延展度很好 這個真的是可以拉超級超級長欸 那不就可以那個傷口可以一直轉 然後就弄最小的塞進去這樣嗎 延展度會牽涉到我們的切口的長度 在乳下圓的話大概是2.5公分 如果在腋下的話只要3公分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因為我有看我朋友那個就差不多這麼長 就在它的胸部上面 這個東西因為它會隨著你身形改變 所以有時候你做進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上面會不會有一點點空空的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想要上面再豐滿一點 對像我有些病人啊 那生完之後它發現它的上胸整個已經都平了 肋骨一條一條清晰可見 可是它腹部的脂肪依然聞風不動 只會隨著你生一胎就多一點 聞風不動 聞風不動就是一直在那邊怎麼趕都趕不走 所以這種的話其實可以抽一些腹部的脂肪來服上胸 就是說你可以依然維持這個磨低它的柔軟度 你一樣不用按摩 可是你在上胸你覺得比較不足的地方 你可以用自己脂肪去補充它 讓它達到上胸也豐滿 通常我們在選一乳的話 除了胸過之外我們還會考量到兩個乳頭之間的比例 講到比例你很重要欸 對 這個其實就是尋求一個自然美胸 重點就是在比例 那最完美的比例應該是怎麼樣的比例 就比如說我們以兩邊的胸部 乳頭到乳頭凹的這個三角形 一般來講是正三角形 趕快把屎拿出來囉 這個是最好的黃金比例 好啦今天影片的最後呢 我要來講一下我對子芊醫師的感覺 看起來很專業但是非常的親切 就是很好聊 然後它會讓你感覺有一種溫暖的溫度 然後不會讓你感到很害怕 你們也喜歡子芊醫生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打電話給她 記得一定要喊出口號 這樣他就會對你特別好好嗎 想要知道更多子芊醫師的話 你們也可以上網搜尋 摩迪張子芊醫師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follow我們的IG Facebook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我的小鈴鐺 以後有什麼更多的問題呢 我可以幫你們再問子芊醫師 打掰掰 欸 子芊醫師 你看這個我可以嗎 可是我覺得她邊的臉還要大欸 欸 子芊醫師你看我 欸 子芊醫師 我在問題跟問題啊 子芊醫師 欸 子芊醫師 你記得我的新的那個藝名嗎 蛤 你有跟我講嗎 不就乳神修比特嗎 喔 對對對對 我記得了 那好嗎 我記得了嗎 我真的要吃了嗎